魂殿为何在大陆上四处抓捕灵魂体 他们用这些灵魂体要做什么 此次萧家遇袭 魂殿的身影再次出现 对于这个神力的组织萧炎是知之甚少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魂殿也在搜寻萧家的驼射古地狱 而从熏儿的口中 萧炎知晓了一些魂殿的事情 他们一直都在斗气大陆上抓捕灵魂体 就连要老对魂殿也是极其的忌惮 只能远远避开这些家伙 那么魂殿为何要抓捕那么多的灵魂体 这些灵魂体对魂殿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都知道 魂殿的背后就是远古八族之一的魂族 正是有魂族在背后罩着 魂殿才敢在斗气大陆上肆无忌惮 就连同为中周一流势力的丹塔 也只能忍气吞声 可想魂殿在大陆上有多嚣张了 而魂殿之所以会不断地抓捕灵魂 也是魂族在背后指使 首先就是与魂殿的弟子所修的功法有关 他们所修炼的功法需要不断地吸收灵魂体 才能让他们的实力有所进步 下面的小弟四处抓捕灵魂 以弓上面的大哥享用 不过这只能算是其次 最为重要的还是供魂族使用 因为虚无吞颜一直在帮助魂族做事 魂天帝为了帮助虚无吞颜将灵魂力量晋级到地境 所以会让魂殿大肆抓捕灵魂体 尤其是炼药师 他们的灵魂力量强大 所以魂殿才会暗中对丹塔下手 让不少炼药师陨落 最后就是为了魂族整体的布局 魂族筹谋千年之久 就是想要一统斗气大陆 所以魂族早早在中州布下了士灵绝生阵 几乎是覆盖了整个中州 当时为了将地品除丹炼制成为成品 魂天帝启动了大阵 以整个中州为顶 血迹了千万生灵 这才将地品除丹炼制完成 利用丹药晋升斗地 如果魂天帝不是筹谋千年 他也不可能有最后的成就 对此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